12月24日,距离2021赛季结束,仅剩一周的时间 2022赛季即将到来之际,体坛风云人物榜单公布于众 据了解,共有四人入选体坛风云人物榜单 其中包括两位在意运动员以及两位已经退役的教练、运动员 分别为前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中国女足核心球员王霜 中国牵球运动员巩丽娇、国拼新星孙颖莎 让人不解的是,苏炳天、全红缠却无缘体坛风云人物榜单 东京奥运会期间,苏炳天虽然未能在百米决赛中摘得奖牌 但在半决赛中以9秒83的成绩刷新亚洲的百米记录 创造了历史,全红缠则是以5跳300分的成绩打破奥运会记录 夺得女子10米跳台的金牌 不夸张地说,苏炳天、全红缠所取得的成就 虽然不能与前中国女排教练郎平相提并论 但绝对不亚于入选体坛风云人物的王霜、孙颖莎、巩丽娇 有人认为,巩丽娇虽然在东京奥运会夺得金牌 但韩金亮并不及落选的苏炳天、全红缠 巩丽娇成功入选体坛风云人物榜单的原因在于 巩丽娇已经退役 如果不能入选体坛风云人物榜单的话 以后也就没有机会入选体坛风云人物榜单 中国男族女族的成绩虽然不好 但王霜作为中国女族的核心球员 有能力加盟世界上任何一家俱乐部 入选体坛风云榜单也是没问题的 坦白说 21岁的孙颖莎能够入选体坛风云人物的榜单 还是有些出乎意料的 不可否认 孙颖莎在东京奥运会、第14届全运会 休斯顿式拼赛、WTT世界杯中都有不错的表现 但表现抢眼的不止孙颖莎一人 马龙、樊振东、陈梦、王曼玉等人都有不错的表现 为什么只有孙颖莎入选体坛风云人物的榜单呢 其实,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 孙颖莎为什么能入选体坛风云人物的榜单 虽然孙颖莎未能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金牌 但也成功打进决赛 包括之后举办的休斯顿式拼赛 刚刚结束的WTT世界杯 孙颖莎成功登顶夺冠 2021赛季三战重要的比赛 孙颖莎表现出的状态让人放心 是陈梦、王曼玉两人没有的 当然,樊振东最近几场比赛的表现也不错 至于为什么没有入选体坛风云人物榜单 有些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你对这份榜单有什么其他看法呢?